嗨,大家好,我是茂隆 最近有一些台灣的朋友打電話來問我 說茂隆,你在印尼,現在天氣那麼原熱 你在那邊用防疫工作做那麼久了 天天要戴口罩,怎麼戴得住 我說這個是有pepper的 因為現在台灣是三級防疫 說台灣現在天氣又很熱 那這口罩如果說沒有經過改造 而這樣戴上的話是非常不舒服的 那我現在這一個口罩是沒有經過加工的一個口罩 那沒有加工的口罩就是你的這個前面地方 口罩是非常貼近你的鼻孔 所以會造成說你一些呼吸上會比較受到阻礙,會不舒服 而且戴口可能還會頭暈 那又加上這兩邊有空隙 這個對於這個病毒的一些防疫工作會大大的打折 所以說我等一下會示範一個怎麼來改造口罩的一個方式 供大家參考看看 來喔,我們準備的東西就是口罩 還有定出機 那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口罩拿過來 然後 這是上面 這是下面 那 我們在這個下面的這個第一格 第二格 把它這樣折過來 那折過來 注意喔 這個不要平,不要平擠的 稍微有一個斜度 大概 二三十度的一個斜度 然後 定出機 就把它定起來 從 從裡面 往外面 定出來 這邊 也是一樣 再把它折 折過來 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角度 讓這個本來 本來這個 這樣折過來是平的 平的這樣密合性就會比較不好 然後 稍微把它 斜一斜的 變成一個這樣 一個斜度 然後 一樣 再從外面把它 定出來 為什麼要從外面定出來 因為讓這個釘子啊 朝外面 所以釘子這樣比較 比較不會傷到我們的臉部 朝臉的這裡面 它這個釘子啊 是平的 這樣的話 這個 口罩啊 就會變成 立體的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 這個中間 對著 對著 壓著 這兩隻鎖子壓著 這樣 往 往這邊這樣 這樣就 就是剛好是我們那鼻子 鼻子要鼻樑的地方 這樣這裡就會比較 就 這個 密封性會比較好 兩邊這裡 等一下我戴起來給大家看 這個 兩邊 有著這個角度 這個 有一個角度 等一下 戴在臉上 密封度也會 相對比較好 好 現在口罩戴起來 你們可以看看 這個 整個這裡啊 這空間變大 這空間啊 空間變大了 所以現在這裡面啊 這裡面的空間 比原來大很多 都不會碰到鼻子 所以這個 呼吸起來 裡面會很通常 看看這兩邊 這兩邊 本來沒有加工的 這裡是有縫的 現在有加工的 這裡都是完全沒有縫的 整個從兩邊 從上到下 這邊都 四個地方都很密合 包含這邊 空間變大 也很好的呼吸 這個方式 大家試看看 很好用